哎,大家好,咱们这个一并最后把这几个语言说一说 这个雷神呢,我的这个是最后的是121万股 拿着过周末,121万美金不是股啊 拿着过周末 然后还有下面这个,还有上面这个迪士尼 迪士尼,还有这个英特,还有这个西斯科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这几只股票的这个6月11号的股东的变化 先看迪士尼 迪士尼呢,这个6月11号,它Vanguard是这个卖出了191万 BlackRock还是买,增持,增持 然后下面有一个,哇,这个卖了900万 卖了900万股 哇靠 哦,这个挺狠,这个挺狠 然后这个啊,这个就大家自己分析,迪士尼的分析就分析到这里啊 迪士尼呢,最后还是加了一点点 这个6月12号的,刚才那个主要的股东呢,是6月11号的 这个,这个,这个,大家这个记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是这个雷神,雷神在这里啊 雷神在下面那里是没有的,在腾讯这里是没有的 然后再看到下面这个英特,还有西斯科 咱们再来看,为什么说这几股票他们是敢买又拿着过周末的 证明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做盘的,庄家,或者是很有信心 Cisco 10颗,看到10颗,这个,现在这个变成45块了 最高的时候是达到了48 这个礼拜最高到48 到6月10号,11号,Rengard又是减实了很多 Rengard这个6月11号都是,一直都是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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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哇,你看有一个买了2618万股 哇,那得多少钱啊 然后这个,2000多万股 那应该这只股票还是很稳的 你看6月11号 这是礼拜四 然后礼拜五呢,还有人这个抄底 西斯科还有人,还有个抄底的是多少 西斯科还有抄底389万 这个最后礼拜五下午的这个最后的一秒钟买买进去的 43块6毛7的时候买进去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哪来着 还有一个什么,Intel,Intel,Intel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你看6月11号,Rengard又是卖了600多万股 BlackRock增持了700多万股 Capital,卖出2600多万股 哇,大大的抛售 都是卖,这个主要机构都是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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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有一些端倪,有人买,有人卖 但是关键就看你们自己的心理的想法 以上的这个图表里面 以上的都是这个最后礼拜五 最后一秒钟抄底抄进来的 也不知道是抄真的抄底呢,还是这个不是抄底 这个就是想买 Verizon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股 把Verizon看一下,Verizon 最后也是有,礼拜五也是有254万买进来 这个是腾讯 它的那个这个增持的股量呢是以多少万 以股为单位的多少万股 而刚才那个表呢是以直接是以美金作为单位 直接就是用美金 这个图就是用美金做 它的这个VZVerizon是254万 中间这里啊,中间这里看到没有 254万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6月11号 也就是大跌的时候 都是卖Vanguard在卖,BlackRock也在卖 SSG也在卖,有一个这个卖了3000多万股 哇靠 瘤盘啊,这个都变成一个 难过的马上变成一个溶断 它这个礼拜最高的时候是58万 但是我一直看过来这么多都是这个几千万股 几千万股的增持 我已经慢慢的没什么信心对于这个接下来这一周末 还是要会往下跑 还是会往下跑 大家自行做判断 但是以上说的这些股票呢 是敢那些最后抄抄抄进来的人 是敢拿他,拿着他过周末的 有什么想法呢?大家自个心理自己想 拜拜